叙利亚石油及矿产资源部此前公布, 蓄人均产油量的八成以上被美军及其盟友掠夺。 因此,曾作为产油国的叙利亚现在要依靠进口来满足需求, 这也意味着蓄境内出现能源供应不足, 油价随国际油价上涨等问题。 美国非法驻军偷窃行为的后果, 要让每一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叙利亚人来承担, 令蓄人民的生活脆弱得不堪一击。 穆斯塔法在叙利亚中部城市霍姆斯经营着一个果蔬摊, 他告诉记者,随着油价上涨, 他每次运菜的成本直接翻了一番, 但他不愿意给果蔬涨价, 因为人们收入太低难以负担。 现在,他起早贪黑一天的营收也就仅仅满足温饱。 做木匠的阿亚姆同样饱受能源问题困扰, 霍姆斯每天供电时间极为有限, 切割打磨木材的机器无法运转。 他试图使用发电机, 但柴油供应短缺又是另一个难题。 他告诉记者, 战争过后, 人们想重建被毁的房子, 但美军的占领和掠夺行径, 让他们的愿望成为泡影。 美国曾打着反恐的名义 向叙利亚东北部派驻军队, 但事实上, 美国却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支持, 压榨当地百姓, 大肆掠夺叙利亚油气和粮食资源。 叙利亚东北部民众数次游行抗议, 呼吁美国尽快从叙利亚扯军。 阿里的歐斯里和阿里的歐斯里